陈埃落定 孔令辉执教日本乒乓球队悬念揭晓 乒乓王子亲口回应 刘国梁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近期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全面溃败的日本乒乓球队啊 传出来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有望邀请前中国乒乓球队的乒乓王子孔令辉出山 去担任日本乒乓球队的主教练 那么这样一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也是引发了广大国评球迷的热议 因为我们都知道孔令辉作为咱们中国乒乓球历史上 也是取得过非常大的辉煌成就的一位功勋球员 退役之后也曾是我们国评一位优秀的教练员 虽然说后期因为一些种种的原因犯过了一些错误 而离开了国评教练员团队 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 大家一直感觉可能孔令辉的离开是国评教练团队的一种损失 也一直有一种呼声 大家希望孔令辉能够再度出山 去担任咱们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员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的呼声之中 孔令辉并没有能够出山 也一直成为了广大国评球迷的一种遗憾 那么在备战巴黎奥运会之际 我们国评又处于一个人才断层危机之中 大家都呼吁孔令辉能够来到国评教练员团队 去帮助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在新的周期完成人才的传承 对吧 能够完成这种新老交替 但事实证明呢 孔令辉一直没有回到中国乒乓球队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也就感觉到非常的遗憾了 但是在这种遗憾之余 如今又突然在备战巴黎奥运会之际 又传来了他有可能去直教 日本乒乓球队的这种消息 那么这无疑就让广大球迷感觉到担忧了 因为本身新的周期 国评我们的人才断层问题本身就很严峻 再加上面对着日本乒乓球队 他们的张本志和伊藤美成 等非常多优秀的男队女队的年轻运动员 大面积的成长起来 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国评 在国际赛场上的头号对手 如果说再聘请出山 邀请孔令辉带着他们主教练的话 那么孔令辉 他是非常熟悉中国乒乓球队的 那么他就可以给日本队的这些队员们 带来更多的一些经验上的指导 和一些计算术上完善 对吧 很有可能就能够克制住我们 那么这一点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说在巴黎奥运会上 我们想要完成争夺五金的目标 我们是不希望看到日拼不断的变强大 他们变得特别强大了 那么我们想要包揽五金的难度 就不会翻了倍的升级 所以说眼下来看 我们中国队也不希望看到 孔令辉去执教日本乒乓球国家队 首先来分析孔令辉究竟是否会 担任日本乒乓球队的主教练 那么首先一点我们要知道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其实日本乒乓球队 他的整个教练团队的核心框架 备战新周期的框架就已经敲定了 而且眼下距离巴黎奥运会 开打还有一年 那么临近比赛之际 那么他在临阵换帅 更换一个新的主教练 去带队备战的话 那是不理于他的整个 日本乒乓球队框架的稳定性的 通过这个细节来分析来看的话 孔令辉去执教似乎不是太可能 其次第二个细节 那就是孔令辉 他已经离开乒乓球这个领域很多年了 他已经不当教练员很多年了 这些年一直浮衔在家 长期不从事乒乓球的执教工作 他的手上的活 包括他的一些理论方面的一些知识 包括跟现在世界乒乓球接轨的一些方面 都已经跟不上了 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那么他必然就被淘汰 他即使这个时候选择回归出山 还有一些经验可谈 但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一支球队 带来特别多的一些帮助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日本乒乓球队 他是不可能去邀请孔令辉出山的 而且在近日我们也看到 包括孔令辉本人 这位乒乓王子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做出了一个公开的回应 那么面对着外界的各种的舆论的声音 他也表示说 这样的消息不是属实的 就算真有的话 他也是不会去日本队执教的 那么通过他的这番回应 就足以看出什么 就足以让刘国梁听懂了 让刘国梁吃下这颗定心玩 对吧 他是不会去到日本队 担任日本队的主角链的 他也不想去到日本队的主角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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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想去到日本队的主角链的